如何一动不动一夜暴富 这个小伙几个月前还在露宿街头 现在却坐拥亿万身家 大金链子小墨镜 一天三顿小烧烤 你敢信 小哥名叫铁袋 今年33岁 从小在中产阶级社区长大 父母离婚 父亲再娶 铁袋和妈妈弟弟同住 别墅小发园挖掘机 别的孩子有的他都有 人家没有的他还有 8岁那年家里遭逢突变 母亲查出脑瘤 无力抚养 铁袋被迫和母亲分开 和老爸继母一起生活 完全不同的家规 截然不同的生活 老两口完全忽视孩子的存在 不是吵架就是打 不久家里添了心丁 效率杠杠的 铁袋成了最多余的那个 由政府安排送到寄养家庭 年满18 生母过世 前前后后不完全计算 他一共搬了33次家 生活一团乱麻 忍无可忍 自力更生 结果被人家误解 是个坏孩子 抽烟喝酒还烫头 最后被迫流浪 九年无家可归 偷东西维持生活 好的时候睡贫民窟 运气差点 直接睡大街 时刻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小心警察驱逐 还要当心被人抢 没有money 没有家 也没有希望 2010年 铁袋27 弟弟费老鼻子劲找到他 抖露出一个 尘封多年的秘密 兄弟啊 其实你爸爸 不是你爸爸 我才是你 啊呸 我有你爸的线索 呀 啥都说得通了 弟弟马丁拿出老妈日记 发现一个人名 反复出现 一波调查 兄弟俩两脸懵逼 面面相去 原来日记里出现的老铁袋 是老妈年轻时的顶头上司 兼亿万富翁 多年前已经过世 为了查清真相 招到秦顶 铁袋几经查找 联系对方律师 鼓起勇气 约定见面 刚一见面 任律师就被惊呆了 Oh my god 铁袋和老铁袋 张了真相 DNA仔细比对 结果新鲜出炉 You are the father 你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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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秦孩子 并且是 尤其仅有一位的 合法继承人 欧摩 欧摩 西红柿首富 一夜之间 铁袋身价暴涨 入住城中心 独门独院 私人设计 左手一个大哥大 右手一个摩托罗拉 资产在 9000万到1亿欧元 消息一出 拜访的人络绎不绝 门槛都踏平了 本着有钱就有理的 拍马屁原则 大家纷纷请求 一人写书 希望铁袋开奖座 谈人生 台上走心感悟 台下专心致志 噼里啪啦 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脸上个个挂着微笑 按时完成800字观后感 啥也别说了 嫉妒 死我丑陋 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 这位大爷有点狂 漫步吉他店 称这嘎嘎 就没有他买不起的 啥纯黄金打造 啥无价之宝 穷人才做选择 我只说哈 现在的他有多富 几年前就有多穷 大爷名叫强鼠 年轻时 头发茂密 梦想口袋有钱 度物力有饭 拥有一把最高档的吉他 奈何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苦感 前前后后做了25年舞台经理 吉他管理员和吉他技师 专门为摇滚和乡村乐团服务 用人话说就是保管吉他 管理音箱 更换古面 谁说要啤酒 他就去跑腿 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 随教随到 全年无休 累死累活 当牛做马 头发日渐细疏 工资愣是不见涨 为了养家糊口 强叔别无选择 半夜接到电话 说走就走 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 工作之余 逛逛淘宝店拼兮兮 为心爱的吉他 找个便宜的零件 一晃30年过去 2006年 55岁的强叔 去过数百间二手店 眼光逐渐毒辣 开始捡垃圾致富 一次偶然 他意外发现张 旧羊皮券 上面依稀手写着 独立宣言 羊皮纸券 由政府颁布 看起来有些年代 回去当个装饰品 也不扯 强叔心一仰 花2.48美元 买了回去 拿出放大镜 仔细研究 查阅书籍 网上询问 认为 这不可能是原版的 独立宣言 但很有可能是个宝物 或许 值个500美元 为了进一步确定 强叔跨过艰难险阻 终于找到一位专家 愿意验证真伪 结果 当场傻眼 这玩意儿是全球限量 200份的私通宣言 而且还是手写原件 羊皮更是真羊皮 经过几轮拍卖 心跳加速 一举拿下 47万7千美刀 得 店家哭晕在厕所 醒来又哭晕过去 拿到Money 强叔直奔吉他店 大手一挥 带走心爱黄金吉他 妻子马溜辞职 自己当老板 开了一家精品铜装店 我一点都不算 你想一夜暴富吗 你想一夜成名吗 你想单手开 法拉利泡妮吗 你想拿着钢棒点烟吗 你想成为世界的主宰吗 愣着干啥 快吸欧气啊 关注我 天降才神 一夜暴富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